7 人座的车款不一定是家庭车 它也有可能是设计来让你跟你的好朋友 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出门旅游的车款 今天的主角 Mercedes-Benz 的 GLB 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而设计出来的车款 这款车在欧洲 中国 跟美国都卖得非常好 其实它主要是符合了几个需求 第一个就是 XUV 第二个就是 Car Camping 的 Comset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主角 为什么它会那么受欢迎 而且我个人觉得这款车是 NGCC Next Generation Compact Car 里面表现最好的那款 GLB 200 目前马来西亚市场贩售的 GLB 有三个车型可以选择 分别是我身边的 GLB 200 GLB 250 4Matic 还有 GLB 35 4Matic 这一款可以说是最入门的那个车型 可是其实这款车型我自己觉得它非常的好开 接下来我就跟你讲为什么我会这样觉得 首先这台车你不要看它是从这个 A-Class 的底盘拉出来的车款 但实际上它的车身尺码不小 尤其是它的轴距已经超过了 2800mm 所以内部的空间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款车虽然说是一款 XUV 可是它不会因为它的高中心 导致它的驾驶会感觉比较摇晃一些 这个是我觉得它比较难能可贵的地方 第三点就是这辆车非常非常的轻快 它非常轻快的点就是在它这个 1.3L 的涡轮增压引擎 GLB 200 引擎盖下方的引擎是我们熟悉的 1.3L 涡轮增压引擎 这个是戴姆勒集团跟 Renault 合作开发的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65HP 峰值扭力表现 250Nm 纯粹的前轮驱动 匹配的是 7 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我必须讲匹配这个 7 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比起这个 9G Tronic 其实好太多了 这个变速箱的反应其实很直接 换挡也很利落 比起这个 9G Tronic 这个要换挡不换挡的表现 我觉得真的是好太多 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 9G Tronic 的表现的话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看看我们之前为这个 新一代 W206 C-Class 的试驾影片 OK 言归正传 我们来讲这个引擎 这个引擎 你会觉得 1.3L 的涡轮增压引擎 推那么大量的车 推得动吗 走距2800哦 而实际上啊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虽然讲这个对比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公平啦 就是跟这个 Proton S70 对比 Proton S70 采用的是 1.8L 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是 181 HP 184 PS 啦 然后 300 Nm 也是 7 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它的 0-100 加速表现是 9.5 秒 可是在这一款上面呢 它的 0-100 的加速表现是 9.1 秒 比 S70 还要快了 0.4 秒 所以你讲这辆车会不会没有力呢 其实它不会的 主要的原因在于它的车身重量控制的很好 根据官方网站的数据统计 这辆车的车重是从 1300 公斤起跳 最重是 1445 公斤 比起这个 Proton S70 呢 这个是 1600 多到 1700 公斤 它轻的不少 所以就算它只是匹配这 1.3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呢 它还是可以很快的 而且这台车在四驱驾驶真的是非常的灵活 当然我必须再重申一次 以上这一个对比只是让大家知道这具引擎的实际表现在哪里 并不是拿它来跟这个便宜很多的 Edge 做一个对比啊 所以这个只是要告诉大家 就像我在影片一开始说的 7 人座的车款不一定是为了这个家庭而打造 它也可以是为了你跟你的好朋友出门而打造的车款 其实 GLB 会出现就是因为最近这几年 欧美甚至是马来西亚其实都吹起一阵潮流 叫做 Car Camping 车内露营 也就是讲大家可能开着一辆车 就是可能是 SUV 或者是 MPV 然后空间表现可以很平整的 去到那边然后在那边露营然后进行一些户外活动 然后直接在车里面睡觉然后铺上一些东西然后就这样子露营 这个是目前的趋势啊我本身也有很多朋友很喜欢这个 Car Camping 的这个概念 所以其实 GLB 一开始的开发点呢就是为了 Car Camping 而打造 你可以看到这台车的空间表现其实 讲真的虽然它的轴距是 2800 但是撑不上很出色 但是它的空间在倒平之后呢你要在里面睡一两天 不是问题来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 GLB 会出现的主要原因 然后其实也因为这一点所以 GLB 在欧美中国都很好卖 我去查了一下数据 它去年在美国跟欧洲几乎都卖了 2 万多辆 然后中国是卖了 5 万多辆 差不多是一年大概有一个 100 千左右的销量 这个销售成绩其实不错了 就是因为它符合了现在这个趋势 尤其是在美国美国的一些州是鼓励他们的人民 在州内进行一些户外活动露营等等 带动州内的经济发展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两年因为 Covid 的关系嘛 所以我们都不可以出门旅游 所以想要玩的话只可以在这些国家在这些州内玩 Car Camping 的概念就越演越烈 其实也不只是 Mercedes 就像是 Toyota 还是其他的厂商呢 他们的车款 你都可以在他们的广告里面看到这些 Car Camping 的概念 而这一个 GLB 呢 其实完全就是为了这一个 Comset 打造出来的车款 所以讲真的它是一款7人座的车型 你看呢实际空间表现其实不是太新啦 你看我坐在后面 我身高大概是 180 亿 其实都很辛苦了 它后面如果偶尔应急坐下小孩子还是 OK 的 但是长途旅行是不太舒服 不过它主要也不是在这边 它主要是这个空间倒平之后可以给你印在大型的物品 好像露营的火炉啊然后帐篷等等的东西 可以给你印在然后去到户外进行活动 这个才是这辆车的主要卖点 所以它其实很符合这种喜欢户外活动的年轻人 OK 接下来我又示范一下 只要躺进去这辆车的后部空间表现 就像讲它是露营车 嗯 其实这样子躺下其实还是 OK 的 但是头向内比较好 因为它会有点比较像后勤 所以如果讲呢这辆车你真的是放一块低浪的话 暂时就是过一个一两夜 其实问题不大啦甚至 我觉得还可以睡两个人 但是可能会急一点啊 但是这个就是露营的乐趣嘛对不对 看完了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排 第二排因为还有这个前后滑移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脚步空间其实是非常大 然后它这边还有点 内凹式的设计 所以这个脚步空间很大 然后头部的压迫感也很好 可是实际上我要讲的是这辆车的 这个第二排座椅是不好做的 它的翻泡棉很硬 然后这个座椅包覆性也不好 所以其实坐下去那个感觉很怪 加上你看这个 这个椅电啊 它的那个支撑其实也不大位 我的大腿基本上是悬空的 所以长途价的话我觉得会很不舒服 然后其实昨天我载我的朋友出门 他们也是有给我一点点回馈啦 就是他们坐在后面的时候会感觉这一个 车辆会有多余的晃动 一直晃左晃右 弄到他们很不舒服 可是坐前面两个座椅又不会这样 然后我以为是胎压太高 所以我就check了一下胎压 其实胎压也很正常 所以这代表这台车设定本来就是这样子 也符合我一开始讲的 这台车其实不是一台家庭车 当然你可以拿来当家庭用途 但是它的舒适度其实就还好而已 这个后座的座椅表现呢 如果是满分10分 我大概会给一个6分到6.5分左右啦 不过它还是有一些小细节蛮贴心 就是很像这一个 冷气出风口 然后置物格 USB 然后它这个椅背还可以做调整 有没有就是一定程度让你坐得舒服点 然后这边还有个中央扶手可以给你放下手 就这样 我觉得如果是小孩子的话 应该不会太K啦 如果大人的话像我这样子升高18亿的话 我坐下去我会觉得 这台车其实真的没有很舒服啦 接下来就讲这个前座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司机嘛 载人 然后因为这个是媒体试驾车 我也不可能让人家驾我的车 所以我平常都是驾车的这个人 所以我对这个车辆的驾驶感受 其实是特别的深刻 这个我可以讲多点东西 首先这个内装设计 它尽量的营造出一些硬派的感觉 好像这边有这个拉丝的这个 Aluminium 这边也有 它就是营造出一种这辆车是一个Hardcore的SUV 虽然实际上它不是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科技感很好 这两个萤幕 这个亮度也好 分辨率也好 颜色也好 视觉效果很出色 然后再加上还有这个五彩缤纷的这个氛围灯设计 你要自己去Custom不同的颜色 还是你要Fix 异样的颜色 基本上都可以 所以这个内装我其实是很喜欢的 然后它一些小细节也做得很好 就好像这一个控制面板这样 它有一个顶手的地方 可以让你手这样放着来滑动 所以你的手不会寻空也不会累 这个科技感的表现我觉得是很好的 然后这个座椅的设定真的是比第二排还有第三排好做很多 昨天我一开始拿这辆车的时候 我驾这辆车我会觉得这辆车其实驾起来很灵活 然后我接下来就要讲它的缺点 它的第一个缺点就是这个荧幕是优点 然后它也是缺点 它的优点就是它的亮度很好 然后它的分辨率很高颜色很漂亮 它的缺点就在于它的这一个荧幕反光很严重 就像我现在这样讲话啊 我的手这样的滑动我可以在这个荧幕的倒影看到我自己的手 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在驾车的时候 你这样的转转转转转转转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影子其实会一定程度干扰你看这个meter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个人还是很不习惯这个Mercedes-Benz的换挡方式是在这边 就是在你的这一个右手边 这个是我还是一个不是很喜欢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会弄错 然后接下来就要讲一下我喜欢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置物空间很够 你看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每一次讲车都会讲它的置物空间 因为置物空间对我来讲真的很重要 就像我喜欢放皮包放锁石等等 这些置物空间完全可以符合我的需求 所以我就这个完全是profit的 然后还有点就是这个萤幕是支援触控的 这个是上一代Mercedes-Benz的车款缺少的东西 它就是要你用这个控制面板去控制 虽然讲还有触觉回馈可是实际上 我直接去点还是比较直觉化的 这样子使用起来我觉得蛮好用的 这个是我觉得GLB还蛮符合我一期中的一个东西的 然后其实讲实用性来讲 虽然我后面吐槽它的空间不好楼坐姿不好等等 但是与实用性来讲呢 在那个NGCC Next Generation Compact Car 里面 包括了A-Class A-Class Sedan CLA B-Class GLA 还有这个GLB 这几款车里面我觉得GLB其实是最均衡的 OK啦讲完这些之后我稍微讲一下它的安全配备 其实它的安全配备就是Mercedes-Benz的这个标准配备啦 就是讲它有这一个前方撞击预警 然后自动紧急刹车 然后它有这个Brightsport Monitor车车盲点侦测 然后还有这个Lang Keeping Assist 就是这个车道便宜辅助等等的安全配备 ACC那种还是没有 不过我觉得Benz C就算没有ACC这些功能 其实它也是卖得非常好 所以我相信会买它的消费者可能也不大care这些东西啦 OK 接下来我们就去讲它的私家环节啦 首先开这台车有一点我要讲的是 我听到很多人就是对于这个1.3公升的涡轮引擎有一点意见啦 虽然讲它是四缸引擎 可是很多人觉得它是比较粗糙一点 这个没有错 这个必须承认它是真的是比较粗糙一点 可是在引擎跟之前的1.6公升涡轮增压引擎相比呢 它确实它的这个线性表现 它的这个爆发力 甚至它的油耗表现都好很多 尤其是它的油耗真的是让我印象深刻 因为我之前有开这台车真的是 不是开这台车 就是开这个1.3公升的引擎 长途驾驶 那油耗表现真的很impress我 真的非常非常省油 而且实际上它的动力表现不差 OK 现在我就试一试 这个车子完全停止的状态 OK 然后普通模式 加速 大家可以看到 从画面可以看到啊 这个加速其实是不差的 所以它的0.9.1秒 这个实力真的是足够的 而且讲的这台车的定位 本来就不是让你拿来跑 就算今天你真的是跟你的朋友出门 7个人 7个位置坐到满 我想这台车就算爬零顶 也不会出现那种力不从心的情况 毕竟讲的呢 小排气的涡轮引擎 它的优势真的是在于这个低转速的爆发力 这一点真的是无可否认它是真的好 然后至于在操控表现方面呢 其实你不能aspect太多 这辆车的操控表现其实就是一台 欧系SUV应该有的表现 它的转向很灵活 然后它的侧行会有 就是这样 高速公路开起来的话 如果是时速100-110的话 稳定度其实也是还不错的 就是一个很流畅的驾驶感受 但是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没有什么个性 很多人开车就是要求这辆车很有个性 可是有个性的车就越难去驾驭 可是这台车不管是你的老婆 你的女朋友 你爸爸 你妈妈 你的弟弟 你的妹妹 还是你的谁谁谁都开 它很容易就可以上手 然后你就可以开得很畅快 老实讲 这几天我开这个车 我是开得真的是很Enjoy 它的灵活性也好 然后它的动力表现也好 都是让我非常满意的地方 尤其是好像昨天晚上我进KL 然后KL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走11点 还可以那么塞车 然后我一直下这边下那边 然后我很驾驶轴距2,800的车 然后有这样的灵活表现 真的是让我印象很深刻 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 因为通常Condor的这个parking 你要上下是如果你的车比较大的话是比较难的嘛 可是这台车也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轻松应付 这个我觉得是它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啦 市区驾驶它的表现真的是一流 然后综合这几个特点 这个是我觉得它是NGCC车系里面最好开 最完美的那一辆 A-Class我开过 A-Class Sedan我开过 GLA我开过 然后这个B-Class我也开过 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这辆 因为这台车真的是可以让你在普通 就是上下班然后去买东西 然后跟朋友出门 有一个很Enjoy的驾驶感受 缺点的话 如果我自己讲缺点的话 我是觉得它这个Body Roll是明显了一点点啦 这个是我觉得它可能比较需要进步的地方 其实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大家买车的话 其实真的是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每一辆车的定位其实都不一样 如果今天你是要台Performance很好的车 然后要Handring很好的车 这辆车本来就不是你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要一个很平顺的开车构成 还不错的舒适度 然后这样的感受的话 这台车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绝对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我就是这样子觉得它是可以满足我需求的车子啊 如果你对这台车有什么意见的话 也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跟我们分享你对它的看法 影片的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点我的心得啦 就是其实每一辆车 原厂在开发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专注一些重点 例如说Aircraft Hatchback讲的就是时尚的小鲜卑车 然后Aircraft车站讲的就是时尚中要带点实用性 然后CLA就是酷炫 B-Class就是奶爸车 GLA就是符合现在的SUV趋势 而这个GLP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 其实它更为主动的是户外的运动 如果是要以定位来讲它没有什么对手 像是XC40的对手其实也不是它 XC40更应该瞄准的是X1跟这个GLA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然后其实这台车发布之后我也有留意这个路上的能见度 其实这辆车能见度不算高 我相信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它目前是CBU进口 所以价格高了一点点 我相信如果这个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产品的话 原厂以后会为这款车进行CKD的动作 因为毕竟目前为止呢就是说 A-Class啊GLA等等都已经CKD了 所以这款车如果要CKD的话我觉得也是不奇怪的 CKD之后它的价格降低我相信它的能见度会更高 如果你问我这辆车我喜不喜欢的话 我会觉得这辆车其实确实它真的是一个符合现在潮流的产品 但是其实我本身是一个不喜欢户外运动的宅男 所以这辆车对我来讲吸引力不是太大 我更喜欢的是它的驾驶表现 这辆车的驾驶表现很灵活油门很轻快 然后就算是有时候真的是在这个城市驾驶的时候 你也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不会因为说它车身很长 所以觉得很难parking啊还是很难走等等 这一个我觉得是符合城市车的一个需求吧 这个才是我真的喜欢它的地方 如果讲今天你是打算买一辆5加2的豪华XUV当家庭用的话 我会觉得这样车你试了才打算 但是如果讲你竟然是一个能够负担得起这个价位车子的年轻人 然后你很喜欢户外运动 你很喜欢有时候去露营啊去海边玩等等 那么这款车我觉得可能会是你的那倍差 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这个GLB200 其实是没有4MATIC四轮传动系统的 如果你真的要进行一些轻度越野活动的话 那么请直接去这个GLB的250会比较好 好啦我是Ivan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这个GLB试驾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和分享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